哈喽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这边的投资房 也就是买来出租用的 可以看到这个主体的建筑很新 但是旁边的车库很旧 它其实是在后面的那栋老房子的前院的基础上分割而来的 然后建的这栋房子 一进门就是公用的客厅和厨房 是东西走向的 然后在它的南北两侧 各分布着两间卧室 它所有的卧室的尺寸和布置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带大家看其中一间卧室的格局 你就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房子了 中介告诉我说 这个房子的周租大约是每周720到750纽币之间 下面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间卧室 然后是每个房间它有自己的这种衣橱啊 然后下面的话这个是冰箱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储物柜 顶上的储物柜 然后有书桌 床还有个小柜子 现在的时间是中午啊 马上就12点了 所以呢 这个窗户呢是朝北边的啊 有阳光 这也意味着有另外两间房是背阴面的 然后再来这边是 这边是它的那个自带的卫浴啊 每个房间的话应该都是这样 下面来看一下厨房 双开门的冰箱还有橱柜 它这种是不是就是之前比如说是分好 比如哪个房间哪个房间用哪层之类的 那上面好像还有多一点 哦还有是吧 ok好 这是按门的 嗯 那是厨房 抽烟机 抽烟机用的是老板的 Robin 然后厨房的话这边是烤箱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橱柜 可以存放你的那些东西 然后洗碗机 这些基本上都是这边厨房的标配 然后地上的话这一块是木地板 后院这里它做了一个 就像那种garden shed的那种感觉还是 这种阳光的那种盆盆是吧 洗衣房在那边是吧 哦 ok 这边是洗衣服的 啊 它把这个顶上和外面做了一层做了一个这种覆盖啊 然后就是防防止下雨嘛 因为它的这个洗衣机和热水器在这边 所以把它盖上 这个地的话 它这整片地的话好像是400多平 所以不是很大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刚刚过来看的那个围墙 从那边过来到这就直接就差不多就满了啊 然后它把这个呢这个地面呢 这个地面这边它给它铺上水泥 就是方便这边的这边的住在这边的可以停车啊之类的 它这个房屋的建筑材料呢 因为是出租房嘛 所以的话它就用的这个 plaster也就是石膏啊 里面用的填充材料用来保温的是pink baths 就是那种粉色的海绵 但是它这个地块呢是属于tc1的就是一级的地 所以呢还是比较稳固的 这个整个的建筑是2018年新建的 然后当时2019年政府给出的估价是51万纽币 但现在呢 他们这个卖价想要卖到85万纽币 所以呢 你觉得你会花85万纽币把它买下来然后做房东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